小心的,对了,如果我晚上还没有回来,那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好的,没问题,你就放心地去找浆果吧,你的孩子就交给我看顾好了。 红红的,圆圆的,这样的浆果究竟在哪里啊? 对了,这些鸟飞得高,去的地方多? 他们一定知道哪里有那种红红圆圆的浆果。 小鸟啊,你们知道哪里有浆果吗? 在森林边缘,有好多浆果呢。 没错,刚才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一些,有几种浆果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是吗?那里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浆果吗? 哦,红红的,圆圆的,你说的这种浆果,我还真没注意呢,应该是有吧? 那里浆果的种类太多了,你自己去找找看吧。 好的,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森林边缘那里去找。 哎呀,熊妈妈,你不在洞里照顾你的孩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知道哪里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浆果了,我得去找它给孩子治病。 是吗?这种浆果哪里有呢? 在森林边缘有这种浆果,我现在就去找。 你说什么,你要到森林边缘? 是啊,只有森林边缘才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浆果。 不行,森林边缘太危险了,哪里有猎人? 曾经我的弟弟就是因为跑到森林边缘玩耍而被猎人抓走的。 为了我的孩子,我只能去冒这个险。 为了孩子,她完全不顾自己的安慰了,真是太伟大了。 熊妈妈一步步朝森林边缘走去,周围的树木越来越稀疏,它已经快靠近森林的边缘了。 这时候,她看到了大片矮灌木,上面结着各式各样的浆果。 哈哈,小鸟说的没错,这里真的有好多浆果啊,真是太棒了。 怎么回事,这么多浆果里,竟然没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 你看,熊妈妈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嘿,熊妈妈,怎么样,这里有好多浆果吧? 这里的浆果的确很多,但是就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红红的圆圆的浆果。 是吗,看来你还要往森林外面走走,那里的浆果更多。 没错,不过那里可充满了危险,因为那是人类活动的区域。 你一定要小心那些人类手里的猎犬啊,它们的树权可是非常灵敏的。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小心的。 熊妈妈山边的树林越来越稀疏,她终于走到了森林的边缘。 这时候,她看到了面前出现了一片草原。 草原上,一层层的灌木上,长满了各种浆果。 品种比森林里丰富得多。 哇,真是太棒了,这里的浆果果然更多。 红红圆圆的浆果,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孩子有救了,真是太好了。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坑啊? 这么深,我怎么爬上去啊? 天啊,人类! 真是想不到啊,竟然抓到了一头大熊。 是啊,原本只想抓只野山羊,没想到,竟逮到了一头熊,真是太棒了。 这头熊要是卖给动物园,可是能赚一大米钱啊。 对啊,对啊,我们今天可发大财了,哈哈哈哈。 猎人拿出一张网,朝陷阱里的熊撒了过去。 网将母熊整个罩住。 母熊在网里挣扎吼叫着。 就这样,熊妈妈被猎人抓住,关在了笼子里。 然后被卖到了动物园里,供人们关上。 妈妈,你看,这头熊怎么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啊。 我想它一定是累了,在那里休息吧。 喂,大懒熊,快起来走走啊。 我的孩子他眼睛看不见,没有人照过的话,这下怎么活下去啊。 当时我马上就能摘到那个红红的圆圆的浆果了。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不是当时看到了那浆果,太兴奋了,也不会一时大意落入猎人的陷阱。 妈妈,你看他哭了,他是不是想家了呢? 喂,大懒熊,快起来吃东西了。 这头熊,不会连东西都懒得吃吧? 赶快来吃啊,大懒熊。 哦,不是这样的浆果,必须是红红的,必须是圆圆的。 他好像对浆果感兴趣啊。 红红的,圆圆的,没错,就是这种浆果。 喂,你们没看到牌子吗?不准往笼子里扔东西。 哦,我这是自己要吃的呢。 不能吃,这个浆果是我的。 妈妈,好恐怖哦,我好害怕。 宝贝,不要怕,我们这就离开这里。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这头熊怎么突然发疯了呢? 牧熊疯狂地举动,吓得众游客纷纷离去。 牧熊看着手拿浆果的游客越走越远。 他疯狂地吼叫着,直到看不到游客的身影,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他这是怎么了?从来到这里,他就一直懒懒地趴着,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疯狂? 他是红红的,圆圆的,他是红红的,圆圆的。 自从这次看到那种浆果后,牧熊每天都盯着来往的游客,他等待着再一次看到那种浆果。 这一等就是三年。 这头熊可真懒啊,怎么一直不动啊? 可不是嘛,不过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发过一次疯。 哦,他发过疯? 是啊,当时他疯狂地撞着笼子,真是太可怕了。 他是为什么发疯的? 谁知道呢,当时我丢给了他几个浆果,他看到后竟然有了反应,好像他对浆果很感兴趣。 后来有一个游客拿出了一个红浆果,这头熊看到红浆果就特别有感觉,接着不久就发疯起来了。 哦,我这就有几个红浆果,丢给他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游客说着便将那个浆果丢进了笼子里,那浆果滚到了母熊的身旁。 母熊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当他看到了这个红浆果后,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然后,围着那个浆果,大吼大叫。 浆果,不然是一位浆果,红浆果能让他发疯,这头熊又疯了,我们快离开这里。 浆果,浆果,是红红的,是圆圆的。 怎么得的?他怎么又发起疯来了? 我得把这个浆果送给我的宝贝吃,他吃了浆果,病就好了,不行,我得离开这里。 不好,这个家伙真的疯了。 熊妈妈不停地撞着笼子,撞了整整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经泪瘫在地上,手里还是拿着红色的浆果,眼角旁充满了泪水。 即使经过三年了,他还是没有忘记要带浆果回去医治自己的小孩。 母爱的伟大,真是令人动容的。 若事我问一时,我注舍为寄托远起五度经生。 若事我问一时,我注舍为寄托远起五度经生。 世音深夜 有一天神殊胜光明 遍昭远中 来至佛所 共惊礼拜 山地一旁 一几百薄言 终天神与人 何谎得利益 四里求幸福 星球最吉祥 世尊如世大言 不尽一只人 殷念指着脚 尽尽有得者 世为最吉祥 世为最吉祥 七处是一处 天赤诚主情节 天叹月人心 世为最吉祥 擂天赤诳 出品 生意 爱不及归 封阳 全家 行為無瑕刺 實為最吉祥 血心虛盡止 可幾乎飲酒 美得見無意 實為最吉祥 喝醉 一直為最吉祥 共驚於千層 知足並乾吾 吉时问教法 是为罪吉祥 人来与顺踪 得见众杀奔 世事问信仰 是为罪吉祥 此知今生过 领悟八正道 世政也盼房 是为罪吉祥 发行不动心 无忧无忍 宁静无烦恼 是为罪吉祥 一字心曲折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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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